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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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是Marco和大家说今星期指数期间总结 礼拜一那天我放假 没有跟大家说今星期的策略 但在上星期五收市后 我都有跟大家说过 基本上留意着期指6月16日的低位,这个是恆指图 期指6月16日星期二的低位,26至78 在跌穿了这个位置之后,开始找位去做一个撩底的动作 股票期权来说,我说得明白,就是说 你如果是来捉钱去做Shopput,是有钱去做接货的动作 基本上我觉得在穿了上星期二的低位之后 是长时间来说,股值开始慢慢逐步吸引,是值得去做一个留下的动作 指数期权来说,我就说,基本上我没有说实行使价格的选择 因为在回股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策略 但我说的情况就是,看你进取令是保守 保守的话,穿了的话,会不会在隔外保障Shopput 再加外保障Shopput的动作,去保护主机 因为牵涉到杠杆性的问题 这个情况就是,等于这幅图做一个 沽速跨价型沽期权的组合,即是Bullput Spread 在隔外少许的位置,保障Shopput 同时间再加外少许的位置,去保障Shopput的动作 如果进取少许的求知者,例如我这些 就会用一贯策略,穿了位置的话,在底下先找位置 去保障一张价外的Shopput 等我试图上去的时候,再保障一张价外的Shopput 那么,这个星期的市场跌得很厉害 但是,在其权的世界来说,如果真的有跟随我的策略来说 去做的话,基本上,这个星期也是有钱赚的 原因是因为隐身报复的问题 国企指数,今个星期市跌得很厉害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上证指数跌得很厉害 我都说得明白,国企指数不要骂 以恒生指数,指数期权以恒生温指数为主 股票期权来说,都是以恒生指数 一些最主要你心目中觉得值得吸纳的股票为主 也不是以国企指数成本股 相对性来说,你看看隐身报复的幅图来说 周一的隐身报复是明显抽了上去的 直到今天,周五的市场跌下来 隐身报复来为会升了一点 都好,比起周一的隐身报复是相差很远的 换句话说,我假设你在同一个位置 去做一个Shopput short call的动作 直到今天来说,基本上你只是赚隐身报复 都已经是赚不少了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今周的市场 很多股票都跌了,很多都输前 但在期权的世界来说,我们仅仅留意 隐身报复在爆声的情况下 同时间来说,去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 去先缩扑,口高一点点,没有缩扑的动作来说 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是坐得很安心 是很温阵的了 至于,讲讲,期指的图来说 拿回一幅图来说 在礼拜一穿了6月16号这个低位来说 是不是一穿即是楼地这件事呢 其实呢,我一直以来都经常说一件事 就是说开市价原则的问题 留意着头五分钟的低 其实呢,按下一个市 首先,如果你有留意着开仓案的时候 留意着我经常说的开市价原则 在开市价以下,重量避开开好仓 开市价以上,重量避开开淡仓 基本上这一层的跌势 其实都已经是避开不少的了 配合我经常说的头五分钟的高低位 你看我这里一次过 最近这个星期的十五分钟头 即是换句话说 每一枝巴是说十五分钟 那头十五分钟的高低位穿了 那时基本上那天来说 主力都是向那个方向发展的 之前星期五是这样 星期一也是这样 星期五也是这样 星期五也是这样 星期四这个位置 在十五分钟高低位穿了之后 就左发右发 但是留意着 我所说 去留意着去博 撩底的位置 我是说 穿了旗子图 六月十六号 低位 那星期一说的时候 一开出来 其实已经在中间来说 已经穿了这个位置 穿了这个位置来说 基本上 是同时在十五分钟低位 以下的嘛 一路等等等 其实不觉不觉 如果市市跌了接近 由高低波幅 开始跌了接近千点来说 基本上那时 开始都已经考虑 开始要撩底了 因为其实 要终于十五分钟的高低位 原则 但是问题就是 市跌离十五分钟的低位 已经下跌了比较大的跌幅 同时间来说 那时在日线图来说 我们是说 开始都已经是找位去捞货 只不过是 在入市来说 如果是职日来说 开始 是找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去捞货 所以相对性来说 理论上 在一个偏低的位置来说 其实大家 无论股票其权也好 行申指数其权也好 都应该找到一个比较偏低的位置 去做一个捞货的动作 再加上 如果 假设 你去到最低位这些位置 不懂得捞货 那市跌到星期二那天 最低的时候 跌到期指来说 25564 反弹上去 你看到我这里 拍了两幅图 两条线的 就是25564 到25735 就是看到最低位那时 15分钟 你看到这里 有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知音阳烛 其实当 看到一些那么长的下影线来说 当这个位置 其实某程度上 可以当是一个支持的区域 那未来 当市场回落 接近这些这样的位置来说 都应该去找位捞货的 单凭这个讯号没有用 不过问题就是 你本身 开始在日线图来说 你订立出一个讯号 去尝试去找位做一个捞货的动作 那到开始 星期二穿了位那时 那个脑子里面想 我找位捞 我要找位捞 但是穿了15分钟低位 又不捞住 一路等等等等等等 直到出现一些略为有少少见底的讯号 时的情况来说 开始就去找位捞 那到星期一 捞了 那时 星期二 上来 由高低波幅来说 大便捞了接近800几900点 那这样 基本上 又是综合刚刚一段说的策略 低位先开了所调 高期较高一点点的位置来说 捞了最好调 以以前一路我所说的做法来说 其實你入了市場來說,市場彈了二、三、八點都開始找位做縮召 今次市場由開倉之後,彈了 至少接近千點,絕對性夠位,在上面補出縮召 所以坐,坐得很安心,不但賺了印心波幅 而且成功在一個明顯低的位置,開了縮召 再高位補出縮召,價錢也都賺了 所以這一轉其實是賺得很安心的 因為其實你如果頭十五分鐘高低位是當然重要的 但實際上來說,你配合日線圖來說 去留意著一些主要的位置去利用這件事去做 trade 相對性來說,是會比較穩健一點的 至於你說保守一點的做法來說 在低位補出縮召,再隔外補出縮召 即是這個boop pushback這個組合來說 沒有問題的,你怕開倉的,你開了之後 市貸上去,基本上你一定是賺錢的 在賺錢的情況來說 除了你選擇 你進取一點點的,不是不保short call 你把市貸在牛皮或者再爆上去 如果真是賺下去的 你有cover,有做保護 相對性來說,輸的風險有限 但如果你是再謹慎一點的,再爆上去的時候 你做了這個boop pushback這個組合之後 你的市貸一上去,你保障縮召也沒有問題 你坐得更加安穩 老實說 說回大市來說 由之前,這個所謂的雙頂形態 一直跌下來來說 我這一層跌下來來說 我沒有遇到會跌得那麼厲害 老實說 甚至上 在之前這個市場 第一次爆到上去28,589點 恆生指數圖來說 在那裡的位置 我一開始來說 都是主力 會找位去接駁一些long call 的策略 但是 你如果有跟開過節目 你會知道 一開始我有嘗試比較準確一點 去找些long call 去接駁 但多了兩三次之後 我覺得不是太對勁 來說基本上 策略都已經開始轉了 後突破 就開始改變了 不可修之後 再做了一個 辣出息旗權組合 先開始做 再在上面做做 homework 這一層來說 不斷賺 都基本上是賺到錢 直到 今日來說 今個星期來說 仲仲賺錢 完全是急發了之前,這裡我看錯事的損失,還要是有錢賺 而星期一這一段是其中一段,是最近賺得最漂亮的一段,是賺得最多錢的 因為在這段,如果有聽到技術分析的講座,有其中一個項目是講一些價值的位置 在星期一這一刻插進去,基本上已經接近我在技術分析的講座所講的價值位置 配合各種因素來說,其實是非常值得留底 現在來說,大部份人都會講的,就是在看稀罩危機會談得如何 以及內地A股的狀況,從而判斷的市場有沒有可以繼續跌 你問我,我都知道,如果那些東西惡化,市場會繼續跌 如果A股的市場康復,氣窄危機沒有問題,市場會升 但是,實際速度來說,你這樣說,完全沒有意義的 那你問我,我自己來說,我覺得,假設之前這一段沒有入市來說 都是那一句,我都是會傾向後低,去做一些縮潑的動作 但是,在大前大下,在市場這樣挫的情況下,記住一定要中手開市價原則 以及頭十五分鐘高低位,這一件事 那,至於你說,很多人,上證指數來說,市場由6月12號高位到今天 那低位,高低來說,跌了接近30%了 那,至於你說,A股是否轉到紅市呢? 不知道,暫時真的,不敢說,因為始終,A股是一個比較政策的市況來說 傳統,你說最一般的技術分析,不是很大用場 你見現在內地來說,不斷促手去做舊市的動作,內地越舊市, 那市就越跌下來,我自己,主觀性來說,我覺得,最終,都是可以救得到的 這個我自己主觀性越差,不過,怎樣也好,始終你內地的股市這麼弱來說,我博的話,我不會以國企指數作為主力 以恆生指數作為主力,那你在低位做縮捕的話,要補的話,會,相對性來說,坐得安心一點點 好,暫時來說,今個星期就和大家說了這麼多 那,下個星期一,再和大家說回,接下來的策略應該要怎樣和大家部署 多謝大家支持